现在我们驾驶这台车子呢是未排的某卡车型 但是它的版本稍微有点不一样 现在的这台车子新增加了NOH高级驾驶补助系统 这个是之前没有的 所以我们先来抢先体验一下 那我觉得有必要先和大家去分享和科普一下什么是补助驾驶 其实在中国本土市场补助驾驶分了很多不同的阶段 最开始的阶段就是定速军航 你设定一个初始的速度 车就一直沿着这个速度去行驶 但是呢前面有车的话 它也会静止的去撞上去 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自适应的巡航阶段 这个时候它能时刻的去保持和前车的一个跟车距离 同时前面的车停下 你的车也可以停下 前面的车走了 你的车也可以跟着去走 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 新增加了车辆的横向孔直 它有摄像头 它能时刻的去监测车道线 让车辆是个保持在车道线的正中间去行驶 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L2级别的驾驶普通系统 但是现在最新的阶段 就第四阶段 也叫L2.5 在第三阶段的基础之上 可以在高速上新增加这种实现 自动的超越慢车 自己进出车道这种功能 整体上来说 还是比较先进的 像现在的特斯拉的NOA 小鹏的NGP 还有未来的NOP这样的功能 其实就是在这个范畴之内的 那现在摩卡的这种NOA 其实和它们是差不了太多的 我知道很多厂商也都在说 自己的技术已经达到了L5 或者说完全自动驾驶这种 但是大家要知道 在中国的这种政策和道路的情况下面 L2.5就是现阶段 你能用到的最高级的驾驶普通系统 那先来说一下 这个NOA是高级驾驶普通系统的 一些基础信息 第一个就是 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它有四个毫米波的脚雷达 四个位置 同时在车牌下面还有一个 就是一共五个毫米波雷达 来检测车辆和车辆之间的距离 同时呢 再加上前面照有一个摄像头 它是来通过视觉来看的这个车道线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这样结合起来就能达到一个 A点到B点之间的一个巡航控制了 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就是目前这套系统 它的售价是1万5 但是在此之前 如果你是在预售阶段就买了它的话 就只是需要花1500就行了 第三点就是搭配NOA系统的车子呢 会在今年的11月底进行个上市 大约会在广州车展 那第四点就是 很多网络上都在传说 现在的车子会有激光雷达 其实在目前的这个版本 你能看到的第一批是 目前是没有的 但是工程师也和我们说 会在后续的版本 都会进行一个硬件上的调整 还有升级 那好 现在我们过了收费站 基本上就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 NOA系统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了 其实它的开启方式是非常简单的 那在后边这儿有一个巡航的拨杆 你只需要向后拨两下 那就可以自动开启了 它会默认开启HWA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就相当于是 可以自动的超越慢车等等等等 但是它没有办法去和高精进度去结合 但是你开启NOA系统之后 才会实现一个点对点的功能 那现在我们开启 当它可以使用之后 这儿的这个图标就会变亮 同时当你进入到高速之后 它会优先一点点的去变到最左侧的路面上 而且它会通过前面的这个摄像头 去识别这条高速的限速信息 然后几乎是保持一个最高速顶着限速去跑的 比如说现在这条高速它是限速100 那前面就是100 而且在仪表盘上面有非常多的信息 去给你展示 你能够看得到现在是时速是多少 现在的限速是多少 但限速这个事因为我们知道 每条高速和每条高速它们的限速数值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100 待会要去到一个80的限速的高速路上 它的摄像头会检测到 同时会给你发出一个滴滴的声音 这个时候在仪表盘上就会有一个显示 这个时候你再去拨一下拨感 它就会调整成80公里的限速 然后根据这个80公里去跑了 那说完这种限速之后呢 再来说变道 其实变道是NOH控制当中一个比较 比较普杂 也是比较难控制的一个选项 因为你需要检测旁边的来车 甚至说还有一些车辆会突然加速跑上来 这个时候你的车到底要不要变道 那这是一个比较难的点 其实刚刚从车道进入到主路 它就会进行一个监控 看看后面有没有来车 一点点的去到最左车 那现在我们就是在最左车了 同时呢比较好的是 这辆车子它的变道 它给你开放了三个不同的选项 灵敏度分别是低 中 高 比如说现在我们调的高 我们来试一下 你看后方是有一个来车的 现在我们打个右转向 它是不会转向了 但是它只是一直把这个转向灯打开 刚刚后方没车了 就会自动变过来 但是它的变动的这个晃动程度 还是比较大的 它的这个灵敏度是非常高的 然后现在我们调到D 它就会非常缓慢的 很像一个老司机的慢慢的变过来 但是有一点 它的这个变道还是太快了 就是我转向灯刚刚拖过去 它的车辆就立马有个反应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 还是需要给司机来一点点缓冲的时间的 稍微慢一点点 给车那些乘客和司机 都有一个反应的时间 会更好一些 那这个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去考验一个驾驶补助系统的好与坏 就是看它的细节 就是看它能不能最大程度的去还原 真实的人去驾驶车辆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因为你不仅要让司机开的时候 还要让乘客坐的时候 这是第一点 然后再有就是它的刹车 实际上比如说前方我们有一个跟着车 但是如果说前面那个车突然走了 我们的目标又变成它的车 前面那个车的时候 车辆就会加速 然后去保持一个很合理的这个车距 这个过程实际上它在控制车距的时候 会有加速也会有减速 那这个减速过程 它的这种刹车力度 也并不会来的非常非常的急速 不会说一下给你趴 刹停 然后在变道当中有两个要和大家说的点 第一个就是 当你的这个车道线是一个实线的时候 即便说你打了转向灯 你想主动去变道 它也不会去变道的 因为它的这个虚线和实线的控制 是通过摄像头去观测的 并不是通过这个高镜地图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实际上我们前面有一个慢车 它是可以自动实现慢车的超越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一个问题 比如说现在这个时速是100 但是前面这个车可能是跑了80 理论上来讲 我们是应该从右侧变道 然后去超过去 但是呢 它的这个系统当中有一个优先级的设定 就是这台车子它会时刻检测到这种扎道口 比如说前方两公里处有一个汇入口 车辆汇入的时候 它就不会再主动的去向右并线了 那这种情况下 它其实是保证你车辆的一个行驶安全的 前面的这个车开得很慢 那我们就只能很慢速的在等待 除非说右侧前方两公里处 没有这种扎道口的时候 它才会去超越 这一点其实是可以被优化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要补充一点的是 高速上有很多大车 那你在经过大车的时候 这台车子它会主动的去帮你 向左或向右去掰一点点的距离 这样的话 你和大车的距离就会稍微变远了 其实也是保证你的安全 这一点做得也是很人性化很细腻的 当然在整个驾驶辅助系统当中 最难控制的就是 进入扎道口和出扎道口 这样的一个场景了 这台车子呢 它的设定策略是 当检测到前方两公里处 需要出扎道口了 这个时候它就会慢慢的 一点点的去给你打转向 并到最右侧的车道 然后快到基本上是在三四百米 进入那个路口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速度主动降到 五十公里的这样一个时速 那如果说那个扎道口 它的限速是三十和四十 这种比较常见的 那它也会通过摄像头去识别到 然后把速度降到那 然后这个时候 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速度 去进入扎道口 然后再去汇入到另外一条高速的 那整个这个过程 其实整体上还是比较通顺的 但是有两点问题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因为你的三十公里 或者说四十公里 哪怕说是五十公里的速度 其实整体还是偏慢的 很容易造成你这种现象 就是你会压车 这个是很难控制的 一旦压车 有司机在后边去按喇叭 提醒你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慌 然后就会主动再去介入车辆 其实就违背了 驾驶普通系统的一个初衷了 这一点后续也是可以被优化的 第二点就是 如果说有一台车子要和你在一起 同样的时速并行 这个时候它在最右侧 你在它的车辆旁边 那这个时候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变道 因为旁边是有车辆的 所以有可能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到 你想要去的那个扎道口 这一点也是需要被优化的 然后最最最难的 应该就是出扎道口了 因为这种情况下 哪怕是真实的自己来去开这辆车子 你去挥入主路的时候 后方有很多来车并不会让你 这个时候真的是很难受的 那目前这台车子它的策略是 如果说后方一直有来车 它就会慢慢的沿着这个应急车道去行驶 当检测到后方没有来车 它才会并入进去 这个不同品牌是策略不一样的 你像小鹏 它是慢慢的减速 甚至说停下 等到后方没有来车 然后它才会挥入到主路 所以这个是策略上不同 后续肯定也会得到一些优化 会调整的 最后就是在高速上会有一些场景 就比如说前方施工 会有一些雪糕桶 那这种情况 目前的这套系统是没办法检测出来的 甚至说除了它 特斯拉呀 小鹏啊 这种也都是没有办法检测出来的 因为这个可能也是一点点需要进步和升级的 所以总结来看 这一套NOS系统 它到底好不好用 可能就两点 第一个 它相比NGP NOA NOP来说 整体上实现的效果是差不了太多的 而且细腻程度 大家几乎是处在一个同样的水平 第二点就是 这台车子除了它的高速驾驶辅助系统以外 它的这种辅助驾驶应该是一种更全场景多面化的 因为在低速的时候 你打开转向灯 或者说低速如行的时候 它的360全景影像也是非常丰富 同时它有皮刀监测 在高速上当你犯困了 它就会给你勒紧安全带 然后把冷风给你吹出来 这样会提醒你 这种都真的是非常人性化和多维度的 还有像AR HUD 那现在尤其是在高速上 看惯这个东西之后 你几乎是不会看仪表盘的 这种也都是这种多维度的 去提升你的驾驶的安全性 所以以上就是这一次 NOS驾驶辅助系统的一个体验了 到底值不值这15000块钱 我是觉得如果说你平时 用车的场景更多是偏中长途的话 那好 我觉得它是真是很好用的 而且能够很大程度的去减少你的皮刀监 那如果说你更多的使用场景 是在城市当中的做成绩 那好 这15000你就省下来了